身高的不足是籃球運動的硬傷 但無打五的全場比賽 廣大的平面空間 稀釋了身高的絕對優勢 只要你不是打籃球而是玩籃球的話 就算沒有身高沒有爆發力 只要善用聰明的腦袋 上天仍是會在場上為你留下一席之地 大家好歡迎來到JB跟你一起看籃球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 達拉斯獨行匣俠的替補後衛JR Bronson 是怎麼用他的智慧來彌補生產上的缺陷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JR Bronson 與Luca Donchich 是同一年選秀會上的新人 不同於第三順位且擁有帥氣臉龐的Luca JR Bronson 雖然在大學時代 拿下了兩次NCAA冠軍 還拿下了全國年度最佳球員等獎項 但他的身高硬傷外帶普通的身體素質 讓他只能調到第二輪的第三順位 而性格低調老練的外貌 讓他跟Luca成為了極大的反差 身為Luca的替補 從板凳出發的他 剛好用他冷靜的頭腦 來扮演第二陣容的主舵手 以下的畫面就讓我們來看看 Bronson 如何用他的智慧 來擊破213公分的巨人 這球他在側翼啟動尋求擋拆 成功在三分線附近換到了羅佩茲 而這一段往籃下的路途 足夠讓他加速甩掉緩慢的中鋒 接著應用身體的延展性 與反手上籃的技巧 撕掉公路的護狂手 再一次採用擋拆啟動 這次大鎖Holiday 的防守很漂亮 用一個墊布就閃過掩護 但擁有進攻主動權的Bronson 一個扎實的背後運球找到突破空間 Holiday 再次用漂亮的轉身腳步持續追防 但怕被突破羅佩茲太過沉退 Holiday 在側面的防守干擾有限 Bronson 抓緊這樣的機會急停跳投兩分入袋 換成從左邊打手遞手擋拆 只要你中鋒成腿 中距離就是不客氣的拿下 類似的play 再看一次 一樣是擋拆啟動 這是Holiday 走under Ropette 一樣躲在禁區 當全部可以防守的人都躲在後面 就是考驗投籃基本攻的時候了 正確的判斷 扎實的投籃基本攻 成功刷下三分蛋 這一球 Bronson 先藉由無球掩護出來 接球 接到球後 他背對對手做了一個手遞手擋拆的假動作 這個假動作有多厲害 Holiday 慢下了追防的腳步 Conleton 與羅佩茲 重心都直接跑掉 一次騙走三個防守員的假動作 真的相當漂亮 而這樣精彩的假動作 才讓他得以切入到籃下 並再次運用他優異的延展性 閃過來自羅佩茲的追魂鍋 又是挑羅佩茲對位的球員來打擋拆 這球 字母哥的斜防動作很不錯 讓Bronson 不能直接拔起來投籃 Bronson 只能一路殺到籃下 但他並沒有自殺式的起跳找火鍋 而是意識到自己吸引了兩個球員 必定有外圍的空檔 扎實的轉身腳步 找到羅佩茲放掉的球員 得到三分的空檔 一樣的側翼啟動進攻戰術 上一次找隊友來打擋拆 但他這次並沒有找近的隊友來打擋拆 因為就算跟他打擋拆 換到的還是後衛 並沒有優勢 而他則是耐心等待隊友的走位 在隊友成功站好位置後 突破第一線防守 並利用隊友勤開的禁區 在一瞬間找到上籃的機會 冷靜的進攻思考羅吉 讓他可以輕鬆探檔取悟 配上優異的傳導觀念 與傳球視野 讓身高不足的他 能夠成為達拉斯正宗 重要的輪替球員 但你一定好奇 他的智慧 可以在進攻端 化解身材烈士 但他的防守端 不會被打點嗎? 確實在單防上 他是絕對吃虧的 所以達拉斯 盡量讓他隊友的球員 是無球射手 隱藏身材烈士 而他優異的大腦 在防守端同樣機靈 正確的閱讀進攻 預測站位 就算高他22公分的壯漢 同樣逃不了進攻犯規的陷阱 這球同樣是精彩的防守演出 面對到比自己高大的後衛 維持戰前防守 並持續用身體碰觸對手 避免對方突然跑掉 在意識到隊友被突破第一線後 優異的防守站位 再次造成進攻犯規 Broncen沒有身材上的天賦 但上天相當公平底給予他 相當高智慧的籃球大腦 雖然作為王牌Luca的替補 沒有Luca統治力的籃球魅力 但他就是矮個子球員的典範 適合我們普通人學習打球的模板 達拉斯仍在季球賽走多遠 他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 也期待他拿下板正球員的最高榮譽 最佳第六人 好的 今天的影片搞一個段落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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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